哈登与杜兰特生涯交手数据对比 哈登,大哥,你是我亲大哥 哈登与杜兰特,两个都是NBA的超级智星 主定会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 一个是勇士队的领转人物 另一个则是火箭队的头号球星 而这两支球队上赛季在季后赛中抢7 被公认为最有可能夺冠的两支球队 哈登和杜兰特作为这两支球队当人不让的头牌 他们的队位必然是火星状地球 那么他们生涯交手数据到底如何呢 将数据来告诉你吧 杜兰特与哈登生涯一共交手29场比赛 其中常规赛16场 季后赛13场 在赵尔市纠场比赛中 杜兰特场均上场39.9分钟 场均出手20.2次命中其中9.8球 命中率为48.4% 三分球出手6.8次命中其中2.6次 三分命中率为38.3% 场均可以得到30.5分 7.4篮板4.3助攻1.2盖茂 哈登场均上场39.0分钟 20投8.3中 命中率为41.8% 三分8月6日投2.9中 三分命中率为33.9% 场均看下27.6分 6.2篮板6.7助攻0.7盖茂 可以看出 哈登除了助攻上稍剩一球之外 其余得分 篮板 盖茂 以及投篮命中率 三分命中率 罚球命中率全面落后于杜兰特 尤其是在德奔和德奔效率上差距十分明显 命中率低了6.6个百分点不说 总德奔还少了2.9分 不仅如此 交手战绩上 杜兰特也以16胜13负明显占优 可以说 哈登在与杜兰特的交锋中 完全落日下风 哈登与杜兰特曾经一起为雷霆效率三个赛季 那时候雷霆作用杜兰特微笑与哈登 号称雷霆三少 杜兰特是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微笑位居其次 而哈登当时还是替补 进入球队也最晚 只能当老三 事实证明 杜兰特的实力确实配得上带头大哥这个称谓 就算强如哈登 也只能乖乖低头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交手数据 全部都是在哈登离开雷霆之后的数据 因此不存在替补托分的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 请您细删除 请您细删除